哈喽,大家好,我是家宝妈妈 今天我们来做春卷皮 中筋面粉300克,咸盐2克,热水190毫升 这个热水的温度呢,约70度左右 我们把它们和成一个偏软的面团 面团刚和好的时候呢 不那么光滑 我们让它饧面10分钟 10分钟之后 我们再来揉这个面团 把它揉至光滑 然后盖上锅盖 饧面20分钟 20分钟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面团直接放在面板上 搓成长条 把这个长条分成大小均匀的剂子22个 每个剂子约有20克重 然后我们把每一个面筋子 一拉一扯整理成一个圆形 然后盖上保鲜膜 饧面10分钟 然后从第一个面团拿起 我为了腾这个面板 把所有的面团呢 都放进了一个盘子里 盖上保鲜膜 放在一边 这样一个一个的来擀皮 面板上撒一点干面 我们把这个皮呢 都擀成约直径13厘米这样子 然后在擀好的每一张面皮上呢 都均匀的刷一层油 在第一个面皮上刷完油之后呢 再放第二张面皮 然后在第二张面皮上 也均匀的刷一层油 这样一直 11个面皮是一打字 然后我们给它盖上保鲜膜 让它饧面10分钟 也可以把擀好的面皮 直接找一个大盘子 盘子底部刷上一层油 然后一层面皮刷一层油 一层面皮刷一层油 这样也是11个面皮 一打字 10分钟之后呢 打开保鲜膜 我们就用手 进行按压 从中间往两边 匀着劲儿压 然后翻翻面 再压 这样保证呢 所有的每一张面皮的大小呢 都是一样的 我们就这样用手从中间往边上推压 然后翻面再继续推压 因为我这个面皮总共有11层 不方便直接用擀面杖擀 用手操作比较灵活 最后呢 我们再用擀面杖来整理一下形状 给它擀平 擀成23厘米大小直径 然后蒸锅里放入水和笼屉 然后再把擀好的这些面皮呢 放到烘焙纸上 再放进蒸锅里 盖上锅盖大火蒸 蒸到上汽之后呢 继续蒸13分钟 关火就可以出锅了 KAM做的春卷皮 总共一次蒸了22张 把它们一层一层的揭开 晶莹剔透薄如纸 四青纱 看 特别的薄晶莹剔透 而且非常的有弹性哦 这个春卷皮啊 我们不只是可以做春卷 还可以做脆皮韭菜盒子 卷菜卷肉吃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点赞订阅关注分享哦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